为了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11号召开国家安全会议 还提出习大纲领要反制习近平的习五条 蔡英文在会议中强调他所领导的政府致力发展两岸和平稳定 并且支持两岸正常交流 不过他们坚决反对一国两制 也拒绝任何被统一的过渡性安排 蔡英文呼吁北京当局两岸的和平发展关键在中国 能不能走上民主化 11号晚间将近11点 蔡英文也在脸书po文向粉丝宣布召开第61次的国安会议 并且提到三个重点 包括建立民主防护网 为台湾人民保留选择权 还有两岸和平发展 关键在中国能不能走上民主化 他还特别标示 民主是今年两岸的关键字 针对习近平提出的一国两制 蔡英文丢出民主反制 总统府晚间发布的新闻稿也提到 蔡英文在国安会议中表示 中国近日召开的两会将习近平的谈话 列为今后对台湾工作的核心事项 这些动作都显示 北京当局已经将统一台湾的工作纳入政治议程 让两岸关系进入更为严峻的阶段 蔡英文指出 在台湾执政的政府都希望两岸可以和谐交流 不过北京当局却利用台湾开放与自由的民主体制 持续介入台湾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 已经构成对台湾的重大威胁 蔡英文还强调习近平提出的会台立民 应该是要发自真心的友好 而不是推动一国两制的工具 蔡英文召开国安会议提出七项纲领 要回应习近平的一国两制 只不过由于台湾进入2020总统大选的准备期 这个时候召开国安会议 也让外界怀疑 这场国安会议背后盘算的 除了因应中国威胁 也在号召国内民众的支持 台湾《苹果日报》就引述 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 庞建国谈话 认为蔡英文有可能 是因为近日台湾将进行立委补选 要拉抬绳势 国民党立委吴志杨已表示 蔡英文或许是为了选举 挑动两岸敏感神经 不过台湾政治评论员 美国密西根州大学政治所博士候选人 陈芳宇认为 面对习近平对台湾的论述态度转强 台湾政府本来就应该假以反制 陈芳宇支持蔡英文对两岸关系的强硬态度 他认为国安会议的谈话 是回应过去一年多 中国对台湾的打压 他指出接下来必须观察蔡英文所提出的反制纲领会如何实行 另一方面 蔡英文在11号召开国安会议之后 12号马步停蹄又启动南太平洋出访拼外交 外交部次长徐思俭12号上午宣布 蔡英文预计在3月21号出访南太平洋友邦 柏刘诺鲁和吉里巴斯要立拼元首外交 在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准备阶段已经热烈开跑 各方人马纷纷出招 而在中国不断加强统一进程的2019年 两岸议题如何解 人就是候选人 躲不掉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订阅